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生春 蛇与蛙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是常见的动物 从古至今我国很多地方出土的古代器物上 常常会出现蛇式蛙的文式 直到今天很多民间艺术作品都还保留了类似的题材 您看 眼前的这幅剪纸 它描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 蛇吃蛙 这很常见 可如果反过来蛙吞蛇 这您见过吗 不久前 在我国广西的九万大山 就有人看到了这一不可思议的景象 这到底是什么蛙呢 这样奇怪的现象是怎么出现的 为此呢 地理中国设置组来到了这件事的发生地 广西的九万大山 贵北是一片绿色的海 为了探寻传闻中的吃蛇蛙 队员来到九万大山 从高处俯瞰 九万大山层轮叠仗 齐风静秀 当地人说 桂林山水假天下 但是广西处处是桂林 兴罗旗部的喀斯特孤峰 都有着与桂林山水同样的灵秀 当地传说 有一种能吞吃烙铁头的蛙类 极为凶猛 烙铁头是一种对人类 都有极大威胁的巨毒蛇 究竟是什么蛙类 竟然能吞吃烙铁头这种毒蛇呢 考察队意识到 贵北地区喀斯特地貌极为发育 其间天坑溶洞广布 蛙类大多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 它们会不会就藏身于溶洞天坑之中呢 位于九万大山西侧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就隐藏了很多洞穴 里面生活着不少生物 这其中就有蛙类 当地人告诉队员 广西目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环江洞穴集中的区域 队员跟随工作人员进入保护区 据说远处的大山的山根就有一处溶洞 里面就有众多生物 队员在泥泞的小路上艰难前行 终于在山脚下一片树木丛生的地方 看到了溶洞入口 这么大 小心一点 我把手电开开吧 刚一进洞 队员就明显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水雾 在洞口 队员也看到了昆虫等动物 你看 看到马路 不是 那个是灶马 灶马 对 哦 对对 哦 它就是灶马 它是蹦的 就在洞穴中 队员发现了很多常见的洞穴生物 刚一进来就这么多洞 哦 这里有蝙蝠的分辨 有蝙蝠分辨就洞 有蝙蝠分辨 其实洞穴里面很多的山蝠 大都是把蝙蝠分辨 所谓自己的食物 这个洞里头感觉蝙蝠不是很多啊 现在有时候我们来的话会见到多一些 但是今天好像是接了两次编 队员继续向洞穴深处探寻 前方是一个向下走的洞穴 需要借助缆绳 艰难通过 这边下 这需要绳子了吗 这需要用辅助层 下到地下另一个空间 队员看到清澈流淌的地下盒 队员发现 洞底有水流像全眼一样涌出 队员仔细观察 发现水流中有很多白色透明的小虾 专家告诉队员 这些小虾没有视力 被称作芒蝦 此时水中有个白影 硬赏而过 通过影像 韦国父认为 这是一种高原秋 也是盲鱼的一种 与此同时 队员在洞穴的岩壁上 也看到诸多的白色动物 这种犹如潮虫一般的白色动物 是一种马鹿 伍国父说 这种长相奇特的动物没有顺利 因而被称作芒蛛 他告诉队员 齐居于洞穴的生物 尤其是真洞穴生物 由于生活在黑暗之中 它们的眼睛早已退化 队员们进洞仅仅几十米的距离 就在很短的时间内 陆续发现了如此多的洞穴生物 这充分说明 此处的生物种群数量 十分丰富 一个潮湿的环境 因为这有地下河 洞外的地下流进来 不是从洞口流进来 它这个水流动 也就说明 它这个耳料应该很多 就是它的食物很多 所以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些 小的一些困层类 一些小的这些水上的生物 曾令峰 南宁示范大学教授 长期从事我国南方 喀斯特地貌研究 通过初步考察 专家注意到 这里的环境 比较适合蛙类的生存 那么传说中的那种吃蛇蛙 会不会就隐藏在这些洞穴天坑之中呢 于是 专家提醒队员们 要特别注意寻找蛙类两栖生物 或许会有收获 果然不出专家所料 在返回洞口的过程中 一名队员就发现了一只 通体全绿的青蛙 为国父介绍 眼前的生物叫乌五川臭蛙 是一种极为珍稀的两栖动物 它们并不具备攻击蛇的能力 臭蛙 靠着预险之后 分泌奇臭无比的气味 躲过天地的追杀 在木论的众多洞穴当中 现在已经发现了 除乌川臭蛙以外的多种蛙类 但是这些蛙类 它们大多或者是体型娇小 或者是行动迟缓 不太可能具有攻击蛇类的能力 反而经常被蛇捕食 张家认为 洞穴之外广袤的森林当中 找到吃蛇挖的可能性更大 九万大山之中 要说蛇类分布最密集的 应该是地处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与荣水苗族自治县交界处的 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治人保护区 队员决定到保护区继续探寻 三坊镇位于荣水苗族自治县 县城西北八十多千米处 临近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其中就有不少珍稀的两栖爬行动物 曾令峰告诉队员 贵北地区是我国喀斯特集中分布的地区 不过九万大山在其中 却呈现出较为平缓的地势 这是因为它的主要地质构成为花岗岩 是广西地区相对古老的山脉 考察队来到保护区 拜访了管理中心监测科科长谭飞 谭飞说 蛙吞蛇的报道也引起了他的关注 在九万大山 一些体型较大的蛙类吞食蛇的情况并不罕见 根据已有的经验他推测 这种凶猛的蛙类很有可能就是一种短腿蝉 保护区中就有可能会有这种蝉的蝌蚪 为验证这一猜测 他建议大家深入保护区进行详细探寻 巧合的是考察队正赶上南宁师范大学的科研团队 在当地进行生物资源调查 队员随即加入了他们的科考活动 对面这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核心区 它的主要一个保护对象是我们的中压热带长距阔跃林 也是我们的一个水源林 这个路越来越窄了 上面是不是会越来越难走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植物 这是什么 这个上面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它的果 果实 这个果实长在叶子上 对对对 叫什么 西域青甲叶 就我们常见那些显花植物的话 它的花呀 一般是长在那个枝条的末端 或者长在叶柄这里 还有一些是长在那种树干上面 这个位置 但是它呢去另辟西建 它长在这个叶子上面 包括它的花的话 也是在这个 长在这个叶子上面 就是叶上开花 叶上结果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种植物 那这样的话 它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在叶上开花 在叶上 它这个的话 就是为了提高它一个曝光绿 就是说它那个花 长在叶子上面 昆虫的话 可能更容易发现它 它更利于它一个 受粉 对 更利于它一个受粉 一个种子传播 专家告诉队员 九万山长绿阔叶林生长茂盛 在中国中亚热带地区中 具有相当高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加上保护区少人打扰 生镜基本保持原始的自然状态 如果在溪流边仔细寻找 队员应该能找到很多蛙类的踪迹 老师这个虫是什么虫啊 竹节虫 这么大 跟它在树枝上都没有看出来啊 对 它一般会有这种 有这个拟态的行为 会跟这个环境的颜色相似 你看那个颜色跟这个树枝 这个树枝颜色都很相似的 对 像这个算是大的小的呀 这种还是算弱虫 还不算成虫的 一般成虫的话 它会有个刺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竹节虫 是在广西发现的 多大呀大概 它的距离的话 大概现在是 纪录的话是在60多 手臂这么长吗 基本上有个手臂那么长 也就是这一种是不是 对对 这竹节虫 是在哪发现的 在广西 应该是在柳城那边吧 柳城 你这也不软 专家告诉队员 九万大山的完好生镜 是很多珍稀昆虫的家园 昆虫种类的丰富 也使得以昆虫为食的 众多蛙类汇聚于此 在一处水流叫缓的地方 专家发现了一种 珍稀蛙类的蝌蚪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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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那个石头上也有贴着的 看没 看没 就是说它这个特点呢 就是说在这个尾基这里 有一个颜色就是明显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斑门 如果是极胸蛙的话 它就是不会有这个斑门的 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就是说 在这个西沟里面 这个尺蚱的颗头 它是非常大的 就是像差不多大的话 再长大一点 它差不多有拇指这么大 这么一大 而那个极胸蛙的话 也要略小一点 这个小指这么小 所以说从这个 那能看到它是什么蝉吗 应该是个雷山蝉蝉的 我们看的话它是比较扁 比如说它和蝉蚱就不一样蝉蚱的话 可能就身体的比较壮一点 壮实一点 它这个体型呢略扁 而腹部的话很多 一些这种有白色的小斑点 你看它这两个有明显的尺在这里 脱脊 对 这是它的一个角质尺 就是熊性 对 这是熊性的 在繁殖季节的时候它才有 专家说 队员要寻找的那种能吃蛇的蛙 就与眼前的雷山资产有些类似 因为它们同属于角蝉蚵 两者都是体型比较大 身形呈扁平状 队员开始扩大搜索范围 在周围的水域继续寻找 再找一找 再找一找 那个蝌蚪它大概长什么样子呀 它那个蝌蚪是很特别 它的那个下嘴唇呢 它是往上翻的 往上翻的 你看见它的时候 可能就是感觉它嘴巴上咬的东西 那偏大偏小 一般都不大 对 不是特别大 那还要仔细找找 那我们分开找找吧 有个东西跑过去了 什么东西 这里有一个蝌蚪 让大家感到无比兴奋的是 在专家的指导下 经过一番仔细搜寻 队员们果然发现了短腿蚱的蝌蚪 是吗 是吗 我看一下 我们今天运起来比较好啊 这个短腿蚱的话 它的蝌蚪是过冬的 这个蝌蚪的话 你看虽然很小 但是至少是经历了 有小小半年了 尘体大概发育到两年左右 它才会完全把它这个尾退掉 变成一个压尘体 那它变成青蛙那种形状的时候 它那个尘体大概有多大 有手这么大吗 八九公分左右 八九公分啊 还是比较大 队员将短腿蚱的蝌蚪 装到矿泉水瓶子里仔细观察 发现却有两个向上翻 犹如獠牙一般的凸起 谭飞说 这种蝌蚪的成体是一种短腿蚱 它性情凶猛 就是传说中能吞食蛇的那种蛙 为了让大家对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谭飞拿出了之前他们拍到的短腿蚱的照片 这个就是啊 它的成蛙的上额下会有两个锥形的突刺 在这上额下面有两个 它那个突刺的话 就是我们之前拍到过 它这个转水蚱 它会反杀那个蛇 独蛇还是什么蛇 我们拍到的是一条比较大的锦灯蛇 哦 独独蛇 也是在寻物的时候拍到的 这个蝉 吃蛇 咬这个蛇的画面 咬到蛇头 我们寻物园见到这个蝉蚱 去咬了那个蛇 两三天它都在那个地方不动 一直到那个蛇凑了以后 它可能才放头就这样 这个新闻很有意思 包括它 我们查的一些相关资料 它也会吃一些小型的那种猎吃动物 就是有学者 它去对它进去做个解剖 就发现它的胃里面 会有这些毛发 小型猎动物的毛发 老鼠啊 包括一些小松鼠 原来短腿蚱吞吃的 并非是人们传说的毒蛇烙铁头 而是一种与烙铁头 极为类似的锦灯蛇 锦灯蛇利用其身形模拟烙铁头 建议下退来犯之敌 短腿蚱较为凶猛 遇到锦灯蛇不会坐以待毙 而是伺机反击 从头将其吞下 使其窒息而死 一般这个过程要经历几天 所以很容易引起路人的注意 无认为它在吞吃烙铁头 韩飞说 现在是白天 短腿蚱的成体难见 到了夜间才会出来 而且到了夜间 队员还能看到更多的 两栖动物以及昆虫 专家建议考察队在夜间再探密林 一定会有所发现 时至黄昏 队员先跟随昆虫专家 布设用捕昆虫的装置 灯柚是野外进行昆虫研究的一种常用方式 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将它们聚集在白布上 用以观察当地昆虫的情况 因为昆虫也是很多蛙类的食物 观察昆虫也可以间接观察两栖动物的活动情况 这里面的种类的话估计有几把种 有很多种 它主要都是一些零翅木的 还有一些是翘翅木的 这种翘翅木的这种金龟 这种金龟类的 它有一些幻翅木的 下面的最亮 它头好像也很长呢 它会咬人的 被它咬了一下 流血了 它牙齿这么锋利吗 我看到它前面这个 前面那个熬 这个没有毒的 前面那两个熬 这个来一个大家伙 这是什么 此灵 此灵 这边生态是相当好的 因为一般是生态好的话 这个榆林的话才会有这个 它是水质很好的环境 才会出现这种 麦翅木 广翅木的 就这种 像叶子一样的这种 这种生态环境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人为的干扰 这边 保护的环境也是很好的 这时 队员收到处在保护站的护理员发来的消息 就在保护站 发现了更为珍稀的昆虫 队员马上赶回了保护站 刚才是在哪发现的 就在这个梆林天眼这里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一个昆虫 藏壁金威蜀 叫隔采壁金威 这个在国家的名路里面 这个是一个极小种群 什么种群 极小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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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 哦 这个我是没见过的 过去看看 队员进入丛林深处 开始寻找水边潜伏的蛙类 什么东西 扣到 扣到 在岩石上 头贴在岩石上 那我来看 绞缠的 怎么判断它是绞缠的呀 一个绞缠 然后它就是说它 它整个颗的话你看它这个 眼睛这里 有两个 扣起来是吗 这个肚皮的颜色一般都是 这种圆状的一些花纹嘛 然后 腿侧的话 是有点橘红色 满肠脚残 也是还有那个短肢脚残 也是这个的话 可能是橘子脚残 这个你要回去再进去 这个是什么 这个怎么颜色这么鲜艳呀 没有多 它这个蛙的体色 它和这个生活的环境有关 比如说你看像我们这个 这个石头 它有一些是偏那种 你看这个石头有点红的 这个环境的颜色 这个颜色 它就是说它为了适应这种 这个是伪装的颜色 所以说它体色是有变化的 一个熊一个齿的 这个是同一个屋种是吗 这个屋种叫什么 叫叫急胸蛙 它这个在繁殖季节的时候的话 它这个全部的话就长出一种 这种容力 而且它就是为了繁殖的时候 报罪的时候啊 它就是能抓得更紧 无法肥原是吧 又有一条 好好好 好好好 两条 在这儿如果发现这种肥原的话 说明什么问题啊 它这个繁殖的话 它对这个水质和生静 要求比高 专家告诉队员 能吞下大蛇的短腿蝉 与刚才看到的脚蝉 同为一属 但体型要比它大许多 就在队员持续找寻的过程中 谭飞告诉队员 它刚才在密林深处 拍摄到了短腿蝉的影像 谭飞介绍 短腿蝉主要分布在四川 贵州 广西 江西 湖南 云南等地 由于其体大口阔 性情凶猛 可以将体型大于它数倍的蛇类 吞下反沙 它就是当地山民所说的 吃蛇蛙 谭飞 在两个边缘 然后呢 再向我们广西盆地呢 这个过渡 一个斜坡地带 所以它处在两个过渡的地带的话呢 它两边的这个植物的种类都有 所以它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是特别的丰富 曾令峰 曾令峰介绍说 九万大山地处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 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过渡的特殊地带 北面有良好的天然屏障 阻止冷空气入侵 这时的九万大山 常年保持着温暖湿润的气候 成为包括短腿蝉在内的 多种两栖动物的家园 专家说 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广西重要的水源林区 发源于此的河流大约70多条 茂密的森林涵养着水源 而源源不断地流水 又滋养着生活在这片广袤森林里的生物 短腿蝉反沙井龙蛇这一现象 在受到人们关注的同时 也让更多的人对这片宝贵的森林 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生物 产生了新的认知 森林 水源 生物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相互依赖 生生不息 近年来 科研人员在九万大山这个生物保固 持续发现各种新记录物种 就在2021年的6到8月的3个月间 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就发现广西新记录物种 有好多两栖动物 其中有毛索脚蝉 从江角蝉和巴沙掌突蝉等等 因而说九万大山是两栖动物的乐园 也不为过 贵北的九万大山 生境原始具有十分鲜明的生态价值 不仅因为它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更因民族文化丰富多彩 民族节日众多而闻名于世 在高山密林之中 聚居着壮族 洞族 苗族 瑶族 牟南族 穆老族等多个民族 他们在这里创造出了宝贵的财富 在九万大山这样生物种群繁多 自然环境复杂的地方 这些大山深处的居民 是如何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呢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